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田中神秘版案 这个世界上无奇不有,我们曾经听过泰国有人长了鱼鳞病 我们也曾经听过中国大陆有人长了公鸡病 那然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一个地方叫做家长村 这个地方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村民们都叫做家长 那他们身上会长出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 竟然百思不得其解 那当然了,田中这个地方也请骗了各地的名医来进行会诊 但是仍旧就是治不好 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就让我们的外景小组带着各位来一看究竟 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各位深入家长村这片森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环境其实非常的糟糕,非常的明明 甚至说有点小肮脏了 就连建筑物都有点破旧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寻找长有这个病的村民 他们叫做家长 那边好像有个家长 我们好像看到有个家长了 这位家长请问你长成什么东西 不要怕,不要怕 这位家长你不要动 不要怕,不要怕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长的东西 找到的东西也能好笑吗 不要怕,不要怕 走开 好暴力啊,这家长好暴力 好暴力,他跑了 那我们再来找其他家长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我们现在看到一棵树好像是这个地方的神木 诶,树后面有影子在动 我们回去看 又发现一只家长了 这个家长好像也长了东西 家长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们长的是什么东西吗 家长,家长,这里没有一个家长了 这里又一个家长了 这里又一个家长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长的是什么东西呢 家长,家长,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们长的是什么东西吗 不要怕,不要怕 诶,等等,等等,我好像看到这个村子的智者 我好像看到这个村子的智者了 那里有位婆婆 他什么也没有长 婆婆 你是这个村子的智者是吧 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村民身上长的到底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呢 那是蒋 是啥 那是蒋 那为什么他们会长蒋 而你没有长呢 因为他老是家长 叫 叫 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看完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知道它是蒋 那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还是不得其见 但总而言之 今天的田中神秘档啊 我们为大家解开了一个谜 那就是在田中家长村地带所生长出来的这个病 叫做家长会长长